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说以后的那个小孩跟你们说 他也喜欢同志 你们的态度会是怎么的 而且肯定要反对啊 肯定要反对 那你呢 这个也会有点反对 这样是吧 他长大了是他的思维 对不对 但是你不会反对 我只会用正确的方法去影响他 懂不懂 有个孩子我不能接受 但是别人我可以接受 真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 去考虑他后面的传承问题吗 这个肯定是因素之一 但是如果他很喜欢的话 我也没办法 尽量教育他 不要疼 但是他又要减持要疼 你也不会反对 我也不反对 我只要讲自己讲就会反对 好 谢谢 或者是谈一个人权问题吧 只要他愿意他开心就好 就你不会反对 你不会反对他 不会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也 没有必要反对 有什么好反对的 但是他很喜欢帅哥的 我现在很喜欢帅哥的 很喜欢帅哥的 嗯 谢谢 就是关于同性恋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你比如说 呃那个 大家现在都是异性恋 那现在呢 比如在西方国家已经有同性恋了 那我们呢 是为了一种追时髦 追时尚 他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爱 而是一种 就是觉得 哎这个挺时尚的 所以他搞这个同性恋 就原来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后来我就说 自从那个我们家女儿真正是 呃 和点点这样相处了以后呢 而且 我认识了就是 很多这这方面的孩子 我觉得就把我以前的看法 确实是改变了 呀 亲爱的 你看不胖吧 我觉得这样 看见我了吗 听不见 因为我看见你 嗯 对于我女儿来讲 我给张叶欣现在 她在国外 我给她发邮件也是 我说的 嗯 只要你幸福 你觉得快乐 我觉得就是 嗯 你你去爱一个人 我问这个人是什么心 别无所谓 你看我跟我妈说 我不知道我们俩以后 会不会在一起 可是我说 我不知道我跟你以后 不会在一起 然后我妈妈说 为什么呀 为什么不会在一起呀 喜欢姐姐了吗 你要跟姐姐分手 真的假的呀 你怎么没跟我说这一声 嗯 因为后来我看了 他们照了很多照片 然后那个就是 他们也给我看 也不避讳我 照的那些照片 后来我一想呢 可能 雅然确实是好的 挺那什么的 但是呢 嗯 说实在的 如果就说 现在要问我 对同情恋这种看法 我倒是 就这么一个过程 给我教育过来 哦 哎呦 你别老钱 别老钱钱的啦 说点正事 哎呦 这儿打车是 是你打十分钟就二十块钱 我们女儿现在特别那个 真是知道节鱼 计较钱 计较钱 没有 她这不还不是 不是 我现在跟你说 最主要的事啊 张月希 昨天我跟你点点探讨 你课程关于 你说你课程特别难 男生也要好好学 知道吗 我给她写邮线了 你说二位邮线 而且呢 你英语那么棒 应该没有问题的 点点说应该没有问题 你肯定能学好 啊 张月希出国了以后 这一段呢 点点知道我寂寞 就陪着我 陪着我以后呢 而且呢 因为我明念 我跟她说 我明念就要退休了 现在呢 点点就让我认识了很多人 带我去参加了很多活动 实际上这些活动呢 后来我发现呢 这些活动呢 都是一些就是 比如同志中心啊 或者是库尔宁展啊 或者是现在的 发现色我之旅啊 这样的 参加了这些活动以后呢 我就感觉呢 嗯 就是 这批孩子呢 真的特别特别的可爱 嗯 我说点点在给我洗脑 这个这个洗脑过程 我觉得这特别特别的愉快 对我是一个特别的帮助 所以我说我觉得 虽然五十四岁 明年就退休了 但我现在呢 我发现我自己 还是在很有成长空间的 而且这是成长空间呢 就是得以 对于大家 非常非常感激 想出过这种事 我就一直觉得是 除非你跟父母之间 一直都有那种 长期深入的交流 然后他们也充分信任你 要不然的话 就应该等你独立了 跟对方能平等对话的时候 再说 不然的话 别人家长 反正无外乎是两种态度 一种就觉得 你这些小孩闹人完呢 根本不会当真 然后一种就觉得 你小孩不学好 总之就会把你 摆在一个小孩子 还不能对自己的 选择复习责任的 那种位置上来看 然后 所以我就觉得 要慢慢来吧 要先建立信任关系 先 先能比较平等的对话交流 然后才可以谈到 比较敏感的问题 嗯 我们俩是很亲密的朋友关系 就是 就比较极端的说 就可以经常交换说 他要是很调配 我说那你来做妈妈 我来做女儿吧 就是可以这样交换的 就是换角色的那种关系 所以就非常的好 就是 所以我会关心他 去他的体验 比方说 他要是喜欢女孩子 我就要跟他一起去体验 说喜欢女孩子什么感觉 我发现他喜欢的女孩子 真的很漂亮啊 我也很喜欢 然后我说 啊 你是很有什么眼光了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你会喜欢 然后我也跟他 也很喜欢这个女孩子 虽然他也挺忙的 也不是总有时间 每刻都陪在我身边的 他一直特别注重 跟我的交流吧 就是会 嗯 从小就比如老问我呀 今天都看了什么呀 有什么想法呀 然后找我稍微大点 能自己写字了 就鼓励我每天写日记 而且刚开始 我懒得写 还是他让我说 然后他给我记下来 然后后来我就自己写 等他时常要检查一下什么的 这个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任何经验都应该被尊重 然后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取向的经验哈 都应该被尊重被爱惜 被呵护 我一般作为家人我会有几个原则呢 你是觉得幸福吗 你承担着责任吗 你们在一起会对社会就有所作为吗 这些要素都具备 那不要说在一起的时候就是 就是为了抵抗社会的压力啊声称 然后过得很苦吗 然后想实现的时间都不能实现 那么OK 这是负面的肯定不能选择这样的生活 对吧 这位旁边的小胖 帅哥 我儿子乌龟 你介绍我了 这是梅姐 我妈 这个人拆口太大了 是拆口啊 这个几个 那个样的 还有多个啊 193 194 漂亮 嗯 其实他乌龟从小到大没有什么特别的 好像一直就是 也不是像人感觉说是那种乖乖孩 不是这样子的 那么一样的调皮导弹都会的 但他的调皮导弹好像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他属于那种 捏了哇唧的在后边坏的那种 是小坏的那种孩子 嗯 他不会像一个那种打牌闹呀 他是在后边的 属于这种人 就老师面前的好孩子嘛 哎 老师面前是非常好的孩子 初中快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认识学会玩吗 对吧 对 刚开始就觉得 就是就突然就会觉得对这个男生就特别的有兴趣 然后呢 就刚开始那个时候就慢慢的觉得 其实是喜欢男生的嘛 那慢慢的等我上了大学 然后我开始做同伴教育 同伴教育 我当时我负责的做主持的一个小组 那这个他的话题呢 主要是就是说 是去针对如何来 消除对同性恋的一些歧视 因为本身也是学医的嘛 可能很多事情 可能会以我这样的一个背景来给他解释 所以慢慢的他就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呢 也会越来越多 但是很多这些信息呢 并不是刻意的 也就是说 可能就是说潜移默化的 或就或多或少的就提到了 有一次我一直在跟他聊这个话题 然后就又聊到我说 正好我马上要去做一个这个同伴教育 然后又是讲这个的 然后他就又问我一些情况 然后问着问着问着就觉得 其实其实还蛮好玩的 然后我说 那要是哪天我就开玩笑嘛 我就说那我要是哪天带回去一个 也再给你带回去一个男朋友怎么办 然后他说哎那挺好呀 那这样你看我就不用跟儿媳妇吵架了 还能多一个儿子多好呀 我还不用做奶奶了 然后当时那个时候心里其实一听到这个话 其实你知道还是 就是脑子就一热 你知道就觉得 就是感觉还挺好的 你知道这种感觉 就觉得很放松 然后就脑子一热就直接说了 我那天跟他们说 我说我哭了一晚上 一晚上没睡 然后他说 你还有这样事情 我说你太高估你妈了 简直了 我说你真的是 人家都是觉得怕自己父母不接受 你这根本就没这个想法 说完就完事了 但其实我觉得做铺垫做了很久 这个很重要 对 实际上这个铺垫都是很潜意的 你回头想想看的话 其实你很多事情上 可能好几年 你都是在做一些这个铺垫的 你都会做一些这种前期的工作 不是说你突然你什么都不讲 就一下子说 啊 我是可以 这个谁都不能接受 就是你再怎么样 开明的人都不能接受 我说上帝造就了这帮天使 就有这些天使要有用的一个用处 就有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目的 拍了没点 还是往下一点吧 我想遮住我的双相 作为母亲 我也呼吁那些同志孩儿的家长们 真的接纳你们的孩子 孩子要求不多 只要你接纳他的就可以了 他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 接你把他带到这世界上 你就要接纳他的一切 况且这个事情不是错的 他没有错 你也没有错 他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现象 我希望父母都能用自己博大的爱 来接纳孩子的一切 也发及过 字幕志愿者 或许刘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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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创真 或许刘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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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创亚 或许则一切 我女兒子林軒 我覺得她從小好像都挺優秀的也挺乖的 還有一個她從小的治理能力非常強 我媽小的時候小學的時候都有特別嚴 然後到了初中開始就變得特別寬鬆的那種 小學的時候就是什麼東西都必須要她來做 到了初中以後就基本上任何東西都遵循我的選擇了 這個感覺好像從小她跟其他孩子都不一樣 她為什麼呢她就一天到時候愛抱玩具娃娃 一個娃娃那個毛茸茸的走走 跑跑跑跑要玩什麼東西都蹲下來吧娃娃放一邊 這個東西玩完了娃娃一抱起來又跑 我愛武裝愛紅裝 成年之後回憶吧能記得起來的 能繼續起應該是幼兒園的時候就能夠感覺到那種跟別人不一樣的感覺 你太誇張了 當然在當時的時候是沒有那種感覺說自己跟別人不一樣 是後來到了十幾歲成年了 或者說這幾年成年成年了以後然後再回去想這件小時候的事 可以發現就是說跟別人的感覺確實是不一樣的 我其實那時候跟那時候你念你在那個鄭傑那裡畫畫的時候 我跟鄭傑通了一次電話 那個時候我是跟 我的美術老師跟我媽說我是同性戀人 沒有素我先看她說 她說她有的東西我都不好說 我說我知道 你師父說她有同性戀這個跡象 她說對啊你也知道 我說我有一點感覺 她說不過沒關係 她說阿姨你不要太擔心 她還想她可以改過來的 她就這樣講 我說也只能這樣想 我當時就這樣講 那天她向我出位說 媽媽我要 我站起來想回下去睡覺 慢慢坐下來 我跟妳談一談 我說談什麼戀人 妳不想跟我談妳是同性戀人 然後她不做生了 其實我都覺得我挺配合我自己的 最起碼她向我出位的時候 我沒有暴跳如雷 你看像有的後母親 像她上海親友會 有的後母親不是大哭大鬧 我還覺得挺冷靜的 我就跟她說了一句 我說妳選擇了這條路 我說妳會不會知道這條路很不好走了 妳要做好心理準備 妳自己看著辦 她說我知道 然後我就那妳早點睡 我想過去那天晚上她肯定也沒睡 她肯定就在QQ上跟她男朋友 就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她 然後在那邊大慶祝我 不管媽媽死活了 我回去以後我就堂堂上去 自己一個人在那裡默默地一直留言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 這麼多年她怎麼走過來 這麼人她自己一個人 背著這麼沉重的包袱 想想要很心痛嘛 很心疼她吧 妳要沉默成真假 可隨便在妳的頭刻畫 妳說愛是唯一的解答 那酒吧 是代價版版的吧 是懲罰媽媽 幸福為家 妳別在那裡想 妳別在那裡想 我會照顧這個家 親愛的媽媽 休息妳辛苦了 我還沒完全出櫃的時候 其實心裏總是有一層隔膜吧 她也會有一層膜 就捅不開的 很煩 跟她說話了什麼就很煩 一兩下就想到那方面了就很煩 這層這個紙捅破了以後 兩個人就什麼話都可以說嘛 來 來 走了 走了 我做夢都是那一下 我做夢了好幾次 我幾個還跟那個婷婷講 我說我的做夢 我們的國家順部 同志分業很合法了 我說我拿了那個七彩七 在六菜鸡在街上的游行 这条路大家喜欢的 我经常陪那些同住门拉拉门来的情侣 我都算不清跟多少情侣在这条路上拍过照片 经常就是他们不能正面亮相 我就让他们在前面走 我从后面拍他们 有些是手牵手 有些是挽着腰的 有些是母子 母女这样来的 我也给他们拍 让他们在前面走 我也发过不少了 我的博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热烈的掌声有请您 妈妈 坐下来 这是我和儿子第一次一起面对媒体 那是2005年11月份 到现在已经是第五年了 所以我的题目就是这个 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学讲课 复旦大学的高燕林教授 给我订的题目 这样比较宽容民主和尊重个性的 环境中成长的我的儿子远涛 得到了比一般中国孩子更自由的发展空间 我们母子之间是无话不谈的 这在中国的亲子关系之中也算是要难得 我都没想到你是今天送 所以我就穿了一个红衣服 要不然我们本来应该穿个白衣服 我明天会穿个白衣服 跟小多一起吃西餐的时候 然后我那白衣服才可以把这个选出来 这个是漂亮的 主持人 Deus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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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迄你 这么着 着 着 词我感觉哪些人哪是时候担心人家异论什么东西啊 像那种人 我自己爱怎么样关了什么事呢 老是考虑人家想 也是想太多 请问你有宣扬一下我可爱的小时候的照片吗 宣扬了 先压一下 这长好没放过 你那些漂亮的不是你自己都藏起来了吗 这些都是不太怎么样 她从小都喜欢跟那种都是在里面的回来的 可能我的生活环境会比较开放一些 我们家里面一直倡导的就是一个民主自由的这样一个生活环境 我每交一个女朋友我都会带回家里面 就是当同学这样带回来乱吃饭 但是可能因为我带的女生都是比较男子气的那种女生 我觉得可能妈妈应该会有点感觉 反正我是过来人嘛 那你之间你说是同学 但是你两个人之间有感觉的话 肯定有些关系想暧昧啊 那我肯定是看得到了对吧 然后某人还跟我老公说 看了什么之后说 表示她自己憋不住男的时候 她就交了一个大了几岁的一个女孩子 我就觉得带回来 不知道找什么借口好 所以我就想说不如干脆就出柜吧 然后我就拿了类似家的一个期刊上面的主题就是 亲爱的爸妈我是同志 而且我正在那里玩电脑好看小说 我特别喜欢看小说 然后她说我老妈有事情来说他别擦我 然后她就 有点自误播的一个地道本书过来 然后看她说我想跟你说 所以有话就说 然后她说我是这个 然后大神就酝酿了很久 我觉得我老妈可能知道了 但是她也没有讲 那我可怜我早知道了 我不管她了 她觉得一天都没成就 然后她就很无懈地就继续玩电脑 我就觉得很尴尬 怎么回事我跟你讲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居然这么无视我 我这么不屑我 我好伤心 你就不能有一点什么反应 好让我跟你有一些什么互动的交流吗 就把我晾在一边 我觉得好尴尬 然后她就讲 她说你以为你这么多年 带这么多女孩子回来 那我就没有感觉得到吗 那我本身是一个总统面证 然后这是我妈妈 她已经知道我是个总统面证 她也蛮支持的 我觉得也很正好 对主要是就是说人面没有问题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她今天还支持我来做活动 然后我也希望说有一天能够被国家承认 像你们这样主持的家庭 现在已经有了呀 中国没有 外人还是有 对 中国还没有 所以希望各种人去表情 拍了个雷四零合胜吗 我想要翻热线 接一下电话才没有空 你叫我帮忙 还要我说那不行 我觉得我妈这个还是挺舒适 我觉得挺难得的 因为我 我好像提什么要求 她都会答应我 我觉得蛮感激我妈 而且这么多年她发我接电话 我花费也没有怎么给她 好了 你帮忙通过一次吧 通过一次啊 手机是你买的吗 就是那个 2012年之前吧 就通过一次100块 然后后来的手机坏了 我才买过一部手机给她 所以我还是蛮亏待她的 对 太奶奶了 好 太奶奶了 很小 很香 好 太奶奶了 这么多厂交 让李方说 perman Great 不满地点满 更不美 不满地点满 当时 我等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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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ía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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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